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动态颜色 单击动态颜色 我们可以改变画笔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以前是红色的画笔 只能画出红颜色 那么如果我们将前景和背景抖动打开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设置前景色和背景色 轮流的进行绘画 你看到这样呢 它就会有一个随机的前景和背景的 随机的动态效果 如果打开色相抖动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画出不同色相的画笔来 如果打开饱和度抖动的话 那么这里面的颜色的饱和度会受到影响 那么有的饱和度很低 近似于灰色 而不像原来画出来的是纯彩色的 那么亮度抖动呢 是指我们画出来的颜色 它的亮度呢 会有随机的改变 比如说有的特别亮 特别暗 纯度抖动呢 则是指颜色的轩焰程度的抖动 那么有的时候画出来的非常轩焰 有的时候画出来的则是比较暗淡 这是动态颜色 当然了 这里面的控制呢 和以前我们所说的控制是一样的 很轻入的轩或设备 感谢观看